阿彌 哈囉大家好 我是艾奇 我是艾奇 今天來到了新店 這裡是環狀線 時事站站 等一下要去搭乘輕軌 安坑輕軌在2月10號就開放市營運 3月12號以前免費搭乘 足足有一個月的時間 近期有很多的 網友留言告訴我 安坑輕軌要不要去搭搭看 這次我就來試乘 加探索周邊的環境 然後我們就出發囉 在環鑽線時事沾站的大廳 就可以看到安坑輕軌的指示牌 這裡還有一個公告 大一就是說 試營運期間持電子票證免費喔 我們就順著指示前往安坑輕軌囉 這邊有一張公告 近站是刷藍色 初站是刷紅色 從安坑輕軌的路線圖 可以得知總共有9站 那今天我們就挑幾個重點站 下車看一下周邊環境 站內也有售票加值機 看你要買單程票還是儲值 我們看一下 路線圖的票價 從十四站站搭到終點站雙城 點才25塊而已 不貴 大黎 Sung 在士藥上 我们先在阳光运动公园下车 它是新店一个很大的亲子共荣室公园 可以从事休闲活动或者是骑单车 我们一般认知出站不就是公园了吗 其实不是 它还要走一段路呢 不过还好 站着附近就有100个猪借站了 骑过去总比走过去好吧 我现在就走到阳光运动公园 实测一下走过去要花多少时间 出站之后你会看到一个公车站 我们再继续往前走 你会看到一个路口 过马路左转你会看到安利街 我们就从这个方向走进去 过了这个寒洞就是阳光运动公园了 我们到了 过马路就是阳光运动公园了 从轻轨走过来大约就是10分钟 这里环境还不错 有小朋友最喜欢的游乐设施 还有自行车道 如果从那边租U-Bike骑过来的话 骑机单车也不错的哦 那现在我们就回到轻轨 到下一站咯 对 到下一站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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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还在想要不要在景文科大站下车 不过我发现有一个变化 就是从高架桥变成地面式 于是我就赶快下车拍列车 地面式比较好拍 还有我一直不习惯就是开门的时候要按按钮 每次都忘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更新安泰医院区站 这个站很重要 除了医院之外呢 这里有个公车站是接驳车的集中点 在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 安坑算是新天比较靠近山区的地方 如果你是住在轻轨沿线那是很方便 不过很多住户他是住在比较山区 比如说半山腰或者是山上就不方便了 所以这边有许多的接驳车 比如说安坑一线二线三线等等的哦 那你就可以依据自己的所在地 那就可以搭乘所在的社区就很方便哦 在新店还有一个不错的踏青景点 那就是二八指植物园 每年到了童花季啊童花就开得很漂亮哦 不过我跟你讲不是在这一侧搭的哦 那是在另一侧搭的我带你过去 如果你要去二八指植物园 就要靠医院这一侧的公车站 搭乘安坑一号 还蛮多人要去二八指植物园耶 在这里所有轻轨安坑接驳车班是很多哦 平均15到30分钟就有一班车 所以你要到二八指植物园是很方便的 不过提到二八指植物园 我有不好的经验 在前提点的时候 我有去那边拍童花 不过呢下大雨 花都没拍到 还摔了好几次脚 不管怎样 资讯就报给你知道了 下次童花季的时候 你就知道怎么搭车了 你看起来 好啦这个坐腰要为炸脚到我了 就是嘛 这么小人 好像起来 不过来 真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因为这里比较空旷吧 人也比较少 你在拍照的时候 比较不会拍到都是人 比较好跟列车合影 还有列车每10分钟就有一班车 发车频率还蛮高的 那希望未来正式营运的时候 更多人可以搭乘 那沿线的安坑居民 交通更方便 那是营运期间 到6点就没有开车了 所以不要太晚回家 今天的旅程就在這裡結束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